全球的军备竞赛威胁升温了 美国总统川普在2号宣布 正式退出了美苏在冷战时期 签订的中程飞弹条约 美国国防官员更透露说 未来几周之内 美国就会试射新型的巡异飞弹 来回应俄国对于欧洲的安全威胁 1987年美苏签订了协约 承诺禁用所有射程 500到5500公里的飞弹 并且承诺持续裁减飞弹的数量 不过川普就任之后 多次指控俄国违约 而在今年2月就预告美国将会退出 川普表示说美俄中正在讨论 签署新的军备限制条约 但是中国官方是反对的 表示美方退出条约 真实的目的就是自我松绑 要谋求单方面的军事跟战略优势 小飞机迫降在公路上 这一幕让汽车驾驶 下到木顿口单 美国华盛顿州在1号 有一架小飞机因为燃油系统故障 必须要进行迫降 但是看看当时这条路上 正值是上班的尖峰时间 车水马龙的 还好有殷民远警开车经过了 见状立刻鸣地市井 引导其他的车辆通通让道 而小飞机驾驶也顺利 找到空档安全降落 过程有惊无险 不过驾驶事后 直呼说活着真好 小飞机低空掠过 但这里可不是机场 而是车水马龙的公路上 警车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 远景近撞立即回转并鸣敌市井 引导其他车辆辆道 只见飞机出地后 一度失控冲到对象车道 机身左右摇摆 情况一度相当危急 幸好飞行员成功将飞机导向右侧 还很守规则地停在红灯前 远景机制的反应功不可没 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上午 美国华盛顿州这架小飞机 因为燃油系统故障 不得不紧急迫降 幸好在远景的帮助下 飞行员找到车流空档安全降落 后来两人还一起把飞机推到马路旁 飞行员直呼活着真好 而其实飞机迫降公路 已经不是头一桩 去年8月 加州也有一架小飞机降落在高速公路上 吓坏不少用路人 幸好两起事故都有惊无险 并未造成伤亡 陈维仁编译 从旅游展开 succes 开 开 开